在中国,人权律师经常遭到暴力 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挑战权威,为别人生长争议 一位年轻的律师告诉我,他曾被关在笼子里 双手吊起,被折磨数十小时 在这个国家,坚持新年非常危险 因为我会说汉语,他们也信任我 所以他们愿意告诉我这些故事